没想到,距离我上一次桌面分享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 那个时候还在学校,刚搬上去想着好好布置一番 还能再用一年,结果只用了四个月 直接就在家里毕业了 我甚至二一年之后就没有再去过北京 好话说回来,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每期视频的背景 我在家里的桌面好物 除了年度的好物分享 我想着要不隔段时间就做视频聊一聊近期买到的数码产品 不管是好用的还是踩雷的 就当和大家聊聊天了,大家觉得怎么样 对于桌面,我还是延续着之前的搭配风格 不丑就行,但是要好用 鉴于家里书房的可用空间不到三平米 加上把整个房间重新推导布置实在是太折腾了 那是让我用了快十年的一米二的小桌子 也就用到了现在 物品也都是慢慢的增加和改动 空间不大,但也足够我的日常需求了 最近做的比较大的改动是这个桌面的核心 两块显示器 一块Studio Display接Mac用日常工作和娱乐 旁边一块LG的Ultra Fine当副屏 还连接了Apple TV和Switch满足娱乐需求 在用Studio Display之前 我用过好几个27寸的4K显示器了 价格从1000多到4000的都有 我原以为这块LG的R7UQ850 已经算是设计显示器里很好的存在了 很适合我这种喜欢高亮度的用户 平时的视频剪辑和修图 用Studio Display也会有更好的色准 毕竟颜色能够在各个设备之间保持一致 这对于我平时的内容分发来说是很重要的 过去很多视频的调色 我都需要把预览画面放到MacBook的屏幕上 导出前再放到iPhone上看一遍 确保不会因为显示器的颜色不准而导致翻车 哦对Studio Display里面还放了一枚A13芯片 甚至可以固件升级 所以得益于这个算力 有了和iPad一样的center stage摄像头 支持杜比全景声的亮音声器 和录音式品质的麦克风 我在这里放一段和MacBook Pro 还有HomePod的二代的音频对比 大家觉得哪个的听感更好呢 同时虽然这是一块没有HDR的LCD屏幕 但是在Apple的算力加值下 是可以支持杜比世界平原的 配合高亮度和全景声 观影体验也是一绝 沉浸感很强 Studio Display背后 还有三个支持实际的Sequel 我就接上了键盘 还有C2C的线 平时考个数据也是很方便的 这个线还是我多年前收的锤子一产 很好用 很便宜 可以说只要没有HDR的制作需求 Studio Display就是最适合Mac用户的 设计创意工作显示器了 虽然价格很贵 但确实是独一档的存在 有Apple Pro系列产品的极简设计 整合了5K 600尼特高亮度 足够好的音箱和麦克风 等等独特的功能 甚至还有A13芯片 如果你有这些需求的话 买它肯定没错 也可以看一看Apple官网的翻新版本 合适的话还能省下一笔钱 旁边的这一块LG27UQ850 我都快背下来了 两个HDMI 一个DP 一个SEC口输入 足够我接各种设备了 拨款式的菜单也很好用 自带的扬声器玩个switch也是足够的 当时买之前我还问了问Jack 他说这个知识的色域多还能够硬件较色 虽然我还没有较过色 但是出厂即用的颜色确实也还凑合 这有个小配件 绿莲的HDMI转C口转接器 能够把HDMI的信号输出转换成DP协议 很适合连接switch和其他DP协议输入的设备 比如我这个是显示器的HDMI已经满了 或者还能够接AR眼镜之类的 稳定性我用下来还算OK 除了两块显示器 我最近也添置了一些好玩的小物件 首先是Testory的显示器增高价 实木材质 设计也不错 当然得支持一波 还有这个我在某宝淘到的笔记本支架 同样是实木的 价格也还算合理 我平时就把两台MacBook加上去充电 之前买的比较丑的金属支架 就摆在旁边放iPad了 尽管和很多桌搭相比 我的桌面空间确实是有限 但是用配件来充分利用垂直空间 省下来的面积也还够我用了 键盘还是之前的Keychron Q10 最近买了一些原厂键帽 总算是能够看清Mac上面的功能按键了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小物件 闪击的时钟充电宝 我之前有想过买个小时钟 或者是把闲置的iPad放着来显示时间 感觉都不大实用 最后发现了这个充电宝 有最近流行的透明设计 和基本上一个月一充的续航 真的是深得我心 买来就摆桌上了 反而是从来没有把它当过充电宝用过 好了 这次的桌面好物分享就是这些 最近还买了一些好玩的产品 比如说小米手环8 白色的美座20 很贵的卧席表带等等 后面也会更新视频 和大家聊一聊 WWDC23不出意外的话 也会和大家一起直播看 6月感觉会很忙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点赞投币转发 还有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小泽 下期再见咯